穿越内蒙古东线队伍经过长途跋涉 途径四个盟室 行程已达六千多公里 今天终于进入了位于内蒙古中部的西林郭勒草原 踏上这片草原 这任着舞台依然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而西林郡却有着更为复杂的心情 他告诉我们 他参加穿越内蒙古的活动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梦想着 能回到西蒙草原 西蒙就是当年你吵的 对 西林郭勒蒙 是动物企西蒙 是动物企 你有多久没有到草原来 我离开草原是35年了 然后我回去过一趟 到现在也有33年了 您那会对于草原的一些生活的记忆 最深的是什么 最深的就是很多人问到的 会骑马吗 我告诉他们 我们到的第一天就得骑马 因为这么辽阔的草原 你不骑马 你靠什么走啊 第一天我们到了就得骑马 时隔40年 马已经不再是草原上的代步工智 20年5年 贯穿念蒙古东西的省计大通道 也已全线关通 不到40小时 就已经进入西部境内的西屋期 六月份的草原正是牡马蝉虚的季节 我们也因此赶上了举办马乃节的世界 但随着马的数量的减少 马乃节也难得一见了 志愿者们渴望感受一下这个特殊的节日 在当地人的介绍下 我们来到了一户叫布赫巴特尔的牧民家庭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和内蒙古电视台举办的一个活动 叫穿越内蒙古 到你们再来体验一下牧区的生活 可能要打搅你们 布赫巴特尔一家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养马大户 饲养着100多匹马 现在马作为草原上的代步工具的作用 已经越来越小 牧民养马更多的是出于对马的喜爱 三天以后 布赫就要举行第三届家庭马乃节了 志愿者们决定留在布赫家 帮助主人一起筹备 并亲身感受一下这个难得的草原节日 进入蒙古包后 主人拿出了酸马奶来招待我们 酸马奶蒙古语称奇格 蒙古人认为奶室中马奶最好 在战争中囤数十万只狮 布举烟火 也是以马奶冲击 因此蒙古族对马奶有着由来已久的特殊情感 也只有在远方尊贵的客人到来时 主人才会拿出酸马奶 这是非常高的礼遇 志愿者们有幸受到了这样的款待 饭后 木然向布赫表达出 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那就是学会骑马 布赫答应为他选一匹马 帮助他实现梦想 生活在城市之中 木然还没有近距离接触马的机会 作为人生的体验 他想在这片草原上实现 这也是来到草原后 木然向自己发起的一个挑战 在布赫为木然挑选马匹时 木然却看见了草原上的蒙古马 充满野性的一面 木然作为一个陌生人 他又该如何接近这匹马呢 曾经在草原上生活过四年的谢卫群 与牧民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四十年前 谢卫群就在离这片草原不远的 东乌珠木进起插队 四年的草原生活成为他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这是我十八岁的时候 看 十八岁的时候 像吗 还像不像 看得出来是我吗 这是我十八岁的时候 看 十八岁的时候 这张是街高的时候 我们的小蒙古包里头 除了我们三个街高的人以外 还有二十只小羊羔 两只小牛犊 就是我们那个小蒙古包 这当时特小 都是妈妈不要的 这个恶吉是当年我们去的时候 是他们家是放牛的 对我们特别的关照 就是我们放羊 有时候遇到困难 我首先都是依靠它 我就一直想过来看一看 现在恶吉不在了呢 可我也想看看草原怎么样 就是哈马特里 老照片 将谢卫群带回了属于草原的清春岁月 他曾经熟悉的老恶吉 老阿爸都已经过世了 在他的心中留下的 还有许多对草原生活挥之不去的记忆 此时的慕然正和一匹花马在一起 他并没有放弃自己骑马的愿望 但之前 马群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显然还令他心有余悸 他没有急于骑到马背上 而是学着牧民的样子 耐心地与马交流着感情 不和家虽然是当地有名的羊马大户 但其实羊是他们一家主要的经纪来源 为了举办马乃节 不和一家还要拿出一万多元钱 购买节日上需要的奖品 正当主人准备印羊时 却发现鸡景坏了 老童没有在草原上生活的经验 也帮不上任何忙 鸡景一时又修不好 这时突然离开这里的老童 却提来了一桶水 老童提来的这几桶水 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但他想尽力为这里做些事情 四十年前 老谢也在草原上放过羊 那个年代草原上还没有鸡景 老谢常常会遇到 几天无法印羊的时候 当主人去找其他人 帮忙修理鸡景的时候 老童却迟迟不肯离开 当我们再看到莫然时 他已经将马迁到了草地上 我们能感觉到 此时莫然内心的矛盾 他想很快骑上马背 但又必须把很多的时间 用在与马交流感情上 否则被一脚踢飞的 可能就是他了 这个岸怎么歪了 不知莫然的内心里 是否有过动摇 但他现在向我们证明 他有信心 在与这匹马 有了长时间的接触之后 莫然一直以为 这匹马已经接受了它 但现在不得不重新再来 不合家的小院中 生活了一匹特殊的小马鞠 他刚一出生 就被母亲遗弃了 不合将他接回了家中 并且给他起了个 好玩的名字 莫孩 翻译成汉语 竟然是长得很难看的意思 些微群插队时 也照顾过很多 被遗弃的小马鞠 他也对莫孩 给予了特别的关照 受精的花马 被不合牵了过来 莫然在被他摔过之后 现在还准备骑这匹马吗 我给你抓个老实马 不必 没关系 就这匹吧 对吗 这个不色老实马吗 不老实 好 骑就骑不老实的马 一中骑 哦 拔住马脖子是吧 好的 好的 行 摸着他 肯定不行的 为什么 人呐 这人是吧 刚才我跟他已经熟悉一段 还行 起码他现在能让我摸他了 自己行吗 我睡是吧 这块是沙地 他只要不踢着我应该就行 刚才差点被他踢了 在不合的帮助下 莫然终于骑上了马背 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其实刚才莫然摔下来 完全是他不懂得马的缘故 上马要干净利索 而且绝对不能从马屁股 靠后的位置上马 这会让马有种不安全感 在莫然骑马一拨三折的过程中 我们相信他对马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这时机警也修好了 老童终于让羊群美美地喝饱了水 老童也准备给远方的父亲打个电话 老童人称草原恋 他的这种草原情节 其实是深受着他父亲的影响 您家里待着呢 前两天挺热 现在天气可好了 尤其是晚霞现在刚落 这个草原非常美 就是有点缺雨 这一个多月好像没下雨了 能来内蒙草原 也是我的最大的心愿 今天现在终于实现了 一路上非常好 好 那就这样 你下料吧 好 就这样 落日的余会中 布河家的牧场群马奔毯 这是马群上山吃草 明天清晨 马群下山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挤马来了 清晨五点多钟 布河家马群赶了回来 这时我们看到 有一匹小马鞠 却总在布河身后 布河愉快地告诉我们 这是昨夜 在山上刚出生的小马鞠 今天随着马群下了山 现在好像还不认识 自己的母亲 而把亲近她的布河 当作了亲人 正在志愿者们担心 是否又是一匹 被母亲遗弃的小马鞠时 一匹母马跑了过来 在布河的帮助下 小马鞠才真正认识了 自己的母亲 这段时间 在布河家 已经有三十多匹小马鞠 相继降生 每天在挤马奶前 都要将母马和小马鞠分开 母马和小马鞠分开后 一种捕育的愿望 本能的母爱就会焕发出来 这样两个小时之后 母马的奶水就会非常充足 那时候就可以挤马奶了 每天在挤马奶前 布河一家都要照顾这匹小马鞠 小马鞠刚出生不久 马群遭到了狼的袭击 在慌乱中 它的蹄子被马群踩伤了 后来只能锯掉一截 但布河一家 从没想过放弃这个小生命 也正因此 布河家的马群在日益壮大 在等待了将近两个小时之后 祭马奶开始了 每当有小马鞠降生的时候 牧民都会邀请当地 德高望重的老人 为马群和草原的兴旺祈福 在挤马奶时 布河始终就这样安抚着母马 母马也渐渐安静下来 这时齐齐鹅才能过来挤马奶 到了挤马奶的季节 布河一家的劳动就更繁重了 挤马奶不但需要两个人来完成 一天还要挤五至六次 甚至还有被马踢伤的危险 因此现在草原上 已经很少有牧民挤马奶 母马产奶的季节非常短暂 牧民认为马奶是珍贵的 也不仅仅因为马奶很少 在一个马群里 当一匹科马两岁时 就会被儿马逐出马群 一匹儿马是绝对不会 和自己的孩子反制下一代的 在牧民的心中 马有着非常纯洁的感情 因此他们认为马奶是吉祥的象征 今年由于草原干旱 小马居吃不到新鲜的青草 布河家拴小马居还不到一个星期 挤马奶的时间也就比往年推迟了很多 为了在马奶节上 有足够的马奶供大家分享 所以这段时间挤的马奶 它们都会发酵 然后储存起来 三十多年过去了 谢卫群在马背上依然表现得很自如 几天来 谢卫群也尽可能地 交给木然一些需要掌握的技巧 然后这个好了以后 这个马主要是比较老实 它就会跑起来 不管跑还走 还有就是刚开始学的人 蹬蹬蹬 编的五脏六腑特别难受 稍微吃点劲 像牧民棋吧 都是稍微歪着点身子 屁股袋 半个屁股袋走 这边比如说是直的腿 这半拉 这样的话吃点劲 那就不完全颠 几天下来 在大家共同的帮助下 木然终于学会了骑马 在木然心中 如果不会骑马 就好像没有来过草人 它实现了自己的愿报 在马奶结上 布和家需要搭十几个蒙古包 搭蒙古包需要很多的马踪绳 因此 这几天布和家 得搓很多综绳 现在能够取代马踪的绳子 有很多 但牧民在扎蒙古包时 依然是用马踪绳 也使这一传统的手艺 保留到今天 不用一根钉子或铁丝 牧民就能将蒙古包扎起来 还要弄点水吗 要要水吗 你再多弄点水行吗 把那个侧面拽的也是这样 不是 那个不是 那是要皮条 鲜马那个是 鲜马 酸马那个是 鲜马那个是 酸马就是叫马匠 来 加几块 木然很感激布和 帮助他实现了愿望 作为一名漫画创作者 想为布和画一幅 骑在马背上的画 留作纪念 木然想到了那匹 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 飞骏马 布和却抓不到这匹马 那是由于 套马杆不够长 因为套不到这匹马 布和只能将马 圈到马厩中 然后再套 这是牧民现在常用的办法 因为这样会节省 很多装马的时间 现在 草原上已经很少能够看到 壮观的套马的场面了 好的套马手也越来越少 布和对这项技艺 也渐渐生疏 但在马奶节上 他准备邀请 伺记优秀的套马手 为大家展示套马的风采 这是只有在马奶节上 才能看到的风景 要不往这么跑吧 往这么跑 然后我给您多照几张 看我的镜头 这是第一次有人为他画画 还是骑在心爱的马背上 这让布和有些兴奋 这个傍晚 志愿者还与布和一家 共同搭建了 马奶节上要用的蒙古包 明天就是几天以来 一直期待着的马奶节了 凌晨四点我们就起了床 马奶节上的第一个环节 是长距离赛马 有25公里 当我们赶到 举行赛马的那片草场时 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 牧民们不仅早早来了 一匹匹赛马 还经过了主人的 一番精心装扮 他们看的这个 咱们现在是十几个人 现在看的是 那个黑马是 这个点 我一听说好像是 那时候有一个 白点马 这是第一个 林赛前布和告诉我们 眼前的这匹白点马 已经连续几年 夺得过蒙 棋和苏木赛马比赛的冠军 这匹马能来参加他举办的家庭马奶节 他很高兴 这场蒙古马之间的较量 让我们充满期待 很快 比赛开始了 人们常见的赛马比赛 一般都是速度上的较量 但草原上蒙古赛马 尤其是长距离赛马 最重要的是考验马的耐力 过去 长年马和公马比赛的距离 大约是35公里 蒙古人的马赛起源于驿站快递的需求 这35公里正是古代两个驿站之间的距离 而长距离赛马对于蒙古马来说 正是展现蒙古马良好耐力和体力的赛质 正因为这样蒙古马在草原上 一直有着不可替代的定位 牧民对长距离赛马 也就有着特殊的偏爱 赛马结束后 期盼已久的套马活动开始了 套马愿为牧民放牧时 约束马匹的一种手段 现在已经发展成 蒙古族传统的体育活动 如果是参加套马比赛 套马手会选择猎马 然后出击 以展示他们高超的套马技艺 但在今天的马奶节上 套马手们套的都是带着马区的摩马 被套到的摩马 就要奉献出他们的马奶了 齐齐格开始挤马奶了 今天挤的第一桶马奶被认为最盛景 将在马奶节过老的祭天仪式上使用 在古老的祭祠声中 马奶节的祭天仪式开始了 博扫马奶是为了祭奠上仓 以期望健康 幸福 吉祥 人畜兴旺 仪式过后 志愿者作为远方的来客 首先品尝到了节日上的马奶 随后来参加马奶节的牧民 也将一一品尝马奶来求得上仓的保佑 在憋开身面的喝马奶比赛上 木然很快就被淘汰出局 原来木然在比赛中将马奶洒了出来 在牧民心中 马奶是极为珍贵的 不能撒掉异地 比赛也正源于蒙古族人对马奶的珍惜 过去家家都会住存很多马奶 为了将所有的马奶都喝光 而不是浪费掉 牧民们就常常聚在一起 进行喝马奶比赛 不和举办的家庭马奶节 简单而又热闹 这片土地上的蒙古人 在传统的习俗中 挽留着人与马 延续了千百年最为质朴的情感 马奶节即将结束 木然将刚刚完成的画赠送给了不和 不和其在马上的矫健身姿 跃然至上 也许这一幅人与马的美好画卷 也将牢牢印刻在志愿者的心中 下一站 春月队伍将前往袁上都移植 七百年前 忽必烈在袁上都继承蒙古汗味 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从这里崛起 一直走向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